內容就知道不會有這麼大的事情出來 部長您知道為什麼這個事情 全國震驚 社會嘩然 甚至還有國際媒體在會 國際矚目 到目前為止你知道原因嗎 這可能 我們整個的程序是出了問題 我告訴你 什麼原因 因為它踩到司法人權的紅線 它也超過 人民可以容忍的極限 到處 每一個階段都出問題 司法調查 當然現在司法當然要進行的 部長 同步我們進行行政調查 對不對 我們內部調查開始沒有 我們內部有照我們的單位去了解 懲處名單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剛剛跟委員報 我們程序論完馬上就 馬上什麼時候 給我一個時間 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把它做完 懲處名單 明天看可不可以公布 好 可以 我現在請問部長 到底這個未信民眾 是犯罪嫌疑人 還是對國家有工人員 還是對國家有工人員 到目前為你看起來 部長 還是路人甲路人椅 還是誤會一場 到底還是犯罪嫌疑人 到目前喔 還是所謂對國家有工人員 還是所謂對國家有工人員 那請政證局局長 委員好 請問他現在的身份到底是犯罪嫌疑人 還是國家有工人員 還是不知道路人甲路人椅 那委員他現在是犯罪嫌疑人 還是犯罪嫌疑人 是 好 那我們看如果照犯罪嫌疑人 應該怎麼做 因為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法律課程 我們請謝次長 我們讓一般民眾面對這種事件的時候 該怎麼回應 次長請告訴我們一般民眾 如果有人 五六個人 在捷運站門口跟你講 我是線病隊的 請跟我走 要不要跟他去 要不要跟他去 我想這個應該 具體情形 應該是 由這個當事人他本身 什麼叫當事人 你認為民眾應該 有人跟他講說 我是線病隊的 隨便證件給他看 跟我走 你就跟他去 是嗎 正確的法律知識 要告訴人民什麼 當然要了解到 這個有沒有什麼法律的依據 什麼叫法律依據 至少你如果說 像他這個情形 如果是說等於有強制的話 那應該是有機體 或者其他 這個傳亂的通知 那這個案子你有沒有 這個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 如果根據媒體報導 現在跟他講說 你現在跟我走 我是線病隊的 他沒有任何的通知書 沒有搜索票 要不要跟他去 我想一般的話 應該是要會 拒絕嗎 要他有這些東西才可以 現在沒有嘛 好 就算這個民眾法律常識不足 現在被他壓上車了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到你們家搜索 要不要讓他去 這個搜索還是有一定的要件 好 要件是什麼 要件是什麼 那當然一般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要有搜索票 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簽給搜索票 我這個案子沒有 沒有嘛 志願搜索 所謂同意書對不對 是 好 如果今天憲兵 或所謂的 憲兵人員跟你講說 搜索票很好拿啦 如果拿到搜索票 再去你們家搜索 很難看 要不要簽 我看這個 我剛剛有報告過 就是有關你這個搜索 自願搜索 當然要純粹呢 是基於他的這個任意性的 我同意 如果有任何心理上說到強制的話 好 那都不能夠算是任意性的搜索票 我們看那個最高法院判決的意旨 你剛才有提到嘛 我們看 所以 最高法院判決的意旨裡面是怎麼說的 他說啊 受搜索人 自願性要同意搜索 是有條件的喔 要怎麼樣 搜索人要有沖醫師前線 應該將相關的意旨記載於筆錄 沒錯吧 有沒有先做筆錄 這個案子有沒有先做筆錄 我不曉得 是回去才做筆錄耶 不是在赤上做筆錄耶 做完筆錄之後才能去搜索對不對 赤上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當然這個同意當然事先要同意 對嘛 就要同意才可以 好這邊有提到 這個同意書必須非出於強暴 脅迫 利誘 詐欺或其他公權一直不當施壓 這個當事人有沒有事先講說 你有沒有搜索票 對不對 那表示他也不願意喔 他要先看有沒有搜索票 沒錯吧 他是不是有覺得 我不應該被你搜索啊 不是自願的喔 加上這個所謂 限制不能跟他講說 如果拿到搜索票再到你們家去 就很難看喔 你認為這有沒有所謂 強暴 強迫 脅迫 或者是利誘 我想這個呢 當時搜索的情形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在別檢 他在了解 他有如果有錄影帶的話 他可以去看那個錄影帶的這個情形 好那事實上我請問一下 這個事實上就由他們這邊 來做一個具體的判斷 因為我們都不在現場 不曉得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先問限制部的同仁 去現場的車到底是掛軍牌還是銘牌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憲兵的真防車它是使用銘牌 銘牌嘛 隨便民眾上去他也不知道這是真防車還是 憲兵的車耶 我們同仁有向他表達我們是憲兵隊友 好 那這詐騙集團可不可以用假證件 報委員我們不是詐騙集團 我知道啦 可是詐騙集團可不可以用假證件 然後進一個不掛軍牌的車 民車上面有沒有所謂限制部的出戶證 有沒有 都沒有嘛 所以今天如果詐騙集團隨時拿來證件說 我是憲兵隊的 我車子完全沒有軍牌 就叫我上車 民眾要不要上去 這是大問題耶 所以說跨越了司法人權的紅線 讓人民無所適從 今天如果詐騙集團夠狠的話就這麼幹啊 完全copy你的模式 copy你的SOP啊 報委員我們除了出示證件之外 我們全程啊 全程錄影對不對 錄影也有徵詢啊當事人的同意 我現在要求 我們的檢察官馬上扣押相關的全程錄影錄音的證據 部長可不可以跟我保證一下 這錄影錄音證件不要過兩天告訴我說不見了 沒有錄好 跟委員報告 這些資料全部都會交給北檢 會不會突然不見 變黑 已經交了 我知道啊 會不會交出去說 都不會請在那裡沒錄好 不會 不會 你看過沒有 我不能看 你不能看吧 那你怎麼知道不會 你沒看你怎麼知道不會 當時紅衝協團一直告訴我們說 不會錄影帶路錄得好好的 突然間空白 報委員我相信我的同仁 你相信喔 那如果不見怎麼辦 變黑了 沒錄清楚怎麼辦 如果不見 我就負起我該負責任 這指揮官嘛 是 謝民司令指揮官 我問你在車上有沒有錄音 車上 壓車上的時候有沒有錄音 在車上說你要不要簽所謂自願 搜查的這個同意書 有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 但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錄音發生什麼事情 你說欸他同意的啊 是同意嗎 這五六個有沒有威脅他 如果你不不不不不簽 我要怎麼辦 有沒有錄音有沒有錄音 就那個階段 上車之前他有同意 證明 怎麼證明 你有錄音嗎 有錄音 從他 是偷錄還是正式錄 正式錄 所以從他下捷運站 開始跟你談開始 就開始全程錄音了是 錄音 確定 確定 但是一上車之後就沒有錄音 錄音了 那我問你 自願同意書在什麼地方簽的 車上對不對 在他家的樓下簽的 有沒有錄音 沒有 奇怪了 最重要的自願搜索同意書 是在沒有錄音 錄音之下簽的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最重要 因為他有沒有自願取決這個啊 如果跟你講 我不簽不簽 然後說不行 你非簽不可 否則怎麼樣 最重要的關鍵在這邊欸 我們要求次長這邊拜託 檢案官馬上扣押 所有盧州捷運站 所有相關的監視器 我想要知道這微信民眾 是怎麼樣上車的 是被壓上去的 被請上去的 還是抬上去的 這都是證據啊 但是很遺憾的 最重要關鍵錄影帶不見了 什麼錄影帶 這個過程你們是怎麼 要他簽自願搜索同意書 市長這個重不重要 法律上這個自願搜索同意書 關鍵在什麼 對 當然在這個搜索上面 他這個 如果自願同意的話 一定要有這個資料 對 沒錯吧 所以自願搜索同意書 有沒有效 那有效啊 這事先要簽署的 對 但是我知道 他這個過程完全不知道 有沒有 操脅迫啊 有沒有遭受這個 壓力啊 公權力的施壓等等啊 照這個看起來 他們都沒有資料可以證明 如果當事人說我是被壓的 被迫的 那怎麼辦 我想這一部分啊 這個 因為北檢已經在調查了 他會把相關的市政 去把它釐清 這個事實到底有沒有 真的是 屬於我們的自願性的 還是有受到其他的 這個壓力的 這個情形啊 我想這個北檢會了解清楚 我最後還是希望 這個國防部啊 部長 我不認為你是 全程去主導這個案子 你沒有必要為這個案子去扛所有的責任 他要把這個案子查清楚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一定會查清楚啦 剛才跟您報告的就是 因為有錄影啊 我們該負的責任我們負責任 可是錄影只有一部分啦 對 還到北檢 北檢最後他怎麼論述 最後他的最後判決 該我們國防部的責任 我們絕不回避 我問一下指揮官 你剛才講說一上就是開始錄對不對 最關鍵那個側上為什麼不錄 你在問他 車上有沒有偵訊 有沒有調查 有沒有問話 還是默默的就坐回家 在車上沒有做任何的偵訊 那下車的時候 要請他簽自願同意書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他他應該有的權利 次長 他有哪些權利 要簽自願同意書的時候 要告訴他哪些權利 我們突然有告訴他 他應該應該所擁有的 哪些權利告訴我 他可以請律師的權利沒錯吧 還有什麼 他可以拒絕作答的權利對不對 他可以拒絕來簽署 拒絕簽署 拒絕回答 可以請律師等等這些權利對不對 有告訴他對不對 有告訴他應該錄影啊 才能保照保護你們啊 否則證據是無效的啊 會有問題啊 所以最關鍵的錄影帶 根本還沒掉出來之前 已經不見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整個自願搜索同意書 根本就是有問題的 一定會被質疑 到法律上一定被質疑的嘛 那我們整個過程拿到瑕疵 事先不知道嗎 事先沒有調查嗎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整個SOB都出問題 更重要的是 人民如何相信這個司法制度 任何人下了捷運之後 突然有五個人跑過來說 跟我上車 我是線命隊的 走吧 回你們家說東西 就上去了 台灣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踩到了人民司法的紅線 好 我們下來請徐國勇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請部長來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請部長來